好的 主播 德国汉堡机场是在当地时间4号晚间8点多左右紧急关闭 根据路透社报道 是因为一名年约35岁的男子开车闯入机场导致 大批警力到场支援 一开始还传出男子车上疑似有武器还对空鸣枪 不过警方随后声明中只提到现场有听到爆炸声 至于男子有没有武器 目前还在调查中 不过男子车上不止他一人 疑似还载了一名4岁男童 似乎是与太太发生纠纷 男子强行将孩子带走 目前已经有心理医师到场协助 虽未传出人员伤亡 但机场持续关闭 有27架航班受到影响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消息主播